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來到我們星期三晚的Lightwave Zoom Meeting 上兩個星期就休息了 因為是聖誕和新年 我都很難得你回來香港 所以就和家人去度過 今天我就逢星期三 我們都會有我們的Zoom 星期三晚的Zoom主要我們會講Lightwave的產品 他們的用處、貼片的配搭 和我們都會邀請不同國家的嘉賓 和我們做嘉賓分享他們使用Lightwave的見證 和他們怎樣發展Lightwave的業務 原本今天應該是不講盡的 其實是因為我弄錯了時間 因為我的手機燒了 我澳洲的電話是燒了 所以我開不回WhatsApp 所以有些時間記錯了 如果有朋友要找我 那就記得 等一下你可以聊天室 找我 告訴我 因為我真的燒了 突然間燒了澳洲的電話 變成有些朋友真的失了聯絡 好 是不是聽不到 有聽到嗎? 聽到我說話是嗎? 清楚的嗎? 清楚的嗎? 好 如果不清楚 謝謝你 謝謝你們了 好 我們繼續 我們今天的內容是會講什麼呢? 今天我們就會講Lightwave的產品配搭 我相信當中我們都有一些朋友 是第一次進來Zoom的 我知道今天有些朋友 邀請到朋友來 那就了解 所以今天都會有一個部分 少少分享Lightwave的產品 究竟有什麼特性 以及它究竟是什麼 我們Lightwave的產品 其實是一個能夠跟我們 的細胞溝通的產品 這個內容是不是很特別呢? 一般的產品 可能你說 我們是吃濕皮紋 吃藥 這樣 就是改善我們可能的痛 或者是幫我們做消炎 但是Lightwave的產品 這個獨特之處 獨特之處 其實它是能夠跟我們的細胞溝通 讓我們的細胞去產生一種的物質 而這個物質就是拉在這個貼件裡面 那個頻率釋放出來的訊息 讓我們的細胞吸收了這個訊息 了解了我們的 了解了之後 它就跟著這個訊息去製造身體的一個物質 從而應對我們的身體 在發生的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就很希望 讓大家更加透徹去了解 每一個鐵鐵 它們究竟在釋放什麼訊息 和我們的身體 在製造一些什麼的生化反應 首先 我必須要介紹我們偉大的發明家 也是我們公司的創辦人老闆 兼且它是我們的CEO 到今時今日 由開始公司到現在 它都站在前線上 去幫我們做發明 也是去控制這個產品的質素 那我Derek Smith是什麼人呢 他就是一個發明家 是主要在Lineway之前 是一個軍事用品的發明家 包括發明了引燃潛艇 很多不同的大炮導彈 那個導航的能源系統 他是主要那個部分的專家 他也是一個生律學家 同時他是有一個資訊科技的學位 而在Lineway之前 他已經在軍事用品上面 拿了不同的發明獎 而他2002年成立Lineway 其實為什麼要成立呢 就是為了當時美軍邀請Derek 去研究一個產品 能夠提升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他們的戰鬥能力 和提升他們的精神的產品 但是很希望這個產品 是沒有藥 沒有任何的副作用的 因為原來很多軍人 都是需要透過一些藥物去提神 但是長期使用 就發現他們有很多的後遺症出現 那當時Derek就接受了這個邀請 然後開始去研究究竟有什麼產品 能夠天然地幫助這班海軍 去提升他們的能力 Lineway的成立就是這個目的 在2004年 Derek Smith成功研發了第一款產品 叫做能量光波鐵Energy Enhancer 當時也是有很多的蝙蝠和報道 去講關於他這個無藥的發明 當然有很多人都有質疑他 因為不相信貼兩顆膠片 就能夠提升體力 這麼簡單 他也是當時做了很多不同的臨床實驗 也在海軍身上做了一個非常大的結果 就是本來同一個海軍用同一個氧氣箱 下去海底只能夠逗留到五至六個小時 但是用了能量光波貼之後 同一個人同一支氧氣 竟然可以提升五倍的能量 可以逗留到三十個小時這麼多 為什麼可以逗留到三十個小時這麼多 原來這個能量的光波貼能夠讓到 它的肺活量增加和耐力增加 從而讓它吸過一口氣 能夠持久力提升 當這個持久力提升的時候 那個氧氣箱同樣只有這麼多氧氣 不過人體就可以提升到能量的耐力 於是 也讓這班海軍在海底工作的時候 他們更加輕鬆 因為海底工作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這個貼片後來為什麼我們會用到呢 就是因為在David實驗室工作的一個教授 就認識美國奧運游泳隊的總教練 叫做Richard Crick Richard Crick知道有一個這麼偉大的發明 還要是軍人在用 還要是無藥產品 當然想讓他的游泳運動選手去試 如是者就一次讓六位最初試驗的 女子游泳隊泳員 在三個星期打破了他們個人終身紀錄 也是這樣 當年2004年入選奧運美國游泳隊 最多的成員都是史丹福大學 即是Richard Crick教授的學校 如是者也都Richard Crick成為當屆總教練 他就把Nightway的能量光波貼片 就帶給游泳選手去使用 當年菲比斯白面金牌 都是有貼著這個能量光波貼的 合後呢 因為他們就是成績太標柄了 就被人挑戰他們可能是用藥 從而令賽果有所改變 於是乎奧委會就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 並且委託了三間不同的公司去研究這個貼片 也都是邀請了David Smith 親自去奧委會去述說和把他的技術 是要展開調查 從而讓這個產品的報導更加廣泛 後來在2005年5月30日 在國際反藥協會 亦都是幫奧委會去做調查的一間公司 就把這個結果公佈 就是證實Lightway的產品 是完全沒有發現任何違禁藥品的 於是乎所有世界級的運動員 聽到有一個產品竟然是無藥 還可以提升他們的耐力和能力 一窩蜂就去使用Lightway Lightway也都因為這樣 在同一個月裡面 超過一千人圍著他 說要做他的分銷商王 及後Lightway就想到 David就想到了 不如再用網購的方式 用會員介紹會員 因為我一次過應付不了 這麼多口對口的接觸 所以這間公司 就是用一個電商的形式去成立 及後有很多奧運選手 世界盃的運動員 很出名的威廉斯 也有雙泊選手世界冠軍 加上鐵人 都是在用Lightway的鐵片 可想而知 這群這麼高身價的運動員 都能夠用這個鐵片 你覺得這個Lightway鐵片 安不安全?可不可靠? 如果不可靠 如果是有藥的 我不相信有這麼多運動員 能夠使用 因為當他們用了 而在他們身上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他們會禁止比賽 甚至終身停賽 相信沒有人會這麼蠢 找自己的聲譽和前途去冒風險 對不對? 所以當這一群這麼出名的運動員 都能用的時候 我和你不需要懷疑 而甚至乎 我們其實不是鐵片公司 Lightway是一間科技公司 我們接下來還有很多不同的研究 將會推出 已經完成研究了 我們也在等一些 Payton Report 即是專利註冊的報告 之後就會推出 那所有的產品 Lightway所有產品 是自家研發的 是由Derek Smith去研究 也我們已經有超過 130個全球的自主專利註冊 即是由 不是拿別人某一個物質 然後去登記 不是我有一個專利註冊的物質 我們是由研發到生產 這一個都是自主專利 即是由頭到尾都是自己研發的 另外我們就有兩個生產的地點 一個就是美國 另一個就是愛爾蘭 我們是和愛爾蘭的大學去合作 去研究科研 也都由愛爾蘭政府的基金去資助 繼續研究的 而這個的發明是什麼呢? 就是很天然的 就是透過光拍 原來我們的人體 是會發出紅外線光 以及我們的細胞 是會發出光線的 我們由頭到腳趾 到右我們的細胞因子 而這些細胞因子 是會發光的 當一些光線 照射在我們人體的細胞的時候 就能夠令到這些細胞 產生能量、代謝 亦都會有生化反應 而我們人體對這些光線 是非常敏感的 亦都能夠產生相關的酵素和害爾蒙 其實這個原理 就是一個光療作用的基礎 而Lie Ray的產品 就是它透過這個貼片 貼片裏面 其實注入了一個納米的科技 就是有不同的光頻 而這個光頻就好像一個生物訊息 一個訊息 一個指令 當貼在我們的身體 再配合喝水 因為水份能夠讓我們細胞的訊息 輸送得更快 我們就利用我們人體的自然流量 配合我們貼在一些主要的穴位上面 就能夠推動我們身體的治癒修復能力 從而達到指定的健康益處 所以Lie Ray的貼片 其實不是醫什麼病 它也不是一個藥 它其實就是貼在我們的身體 透過跟我們的身體細胞溝通 讓我們的細胞接收訊息 從而作出一個回應 它沒有針對任何一個病患去處理 但是這個細胞訊息 能夠讓我們的身體 提升我們的治癒能力 從而達到治癒修復的效果 而每一塊貼片裡面 含有氨精酸、氧氣、電解質、水 和葡萄糖胺 但這個物質在哪裡呢? 就是中間白色的位置 而這個位置 其實它沒有物質 會進入我們的身體 是完全沒有的 當我們撕了後面的膠紙的時候 看到嗎? 其實是透明的 然後中間有一粒白色 白色的那點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那些物質 那些物質用來做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 讓我們身體發出紅外線光 反射回我們的身體 而這個白色的部分的物質 是完全不會進入我們的身體 它只是用來把我們的發出紅外線光 用來做反射 而白色的透明這個部分 整粒的部分 就是這個頻率貼片 它的頻率在哪裡呢? 就是透過透明膠這個位置 當我們貼在我們的皮膚上面 我們身體有體溫 我們的體溫就是電製了 我們身體的體溫 這個電製就啟動了這個貼片 從而讓我們散發出的紅外線光 能夠反射回它的皮膚 然後就透過這個貼片的頻率 再宣送信息 讓我們的細胞活躍了 亦都增加它們的溝通 和輸送信息的能力 如果我們配合即時喝水的話 效果更加明顯 好了 其實我們是一個光料的科技 就是把不同顏色的光線 它們的頻率的組合 輸入去這塊貼片裡面 然後形成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買到的Lineway產品 而這個就是Lineway X39 第39次研究結果它的頻率組合 好 Lineway的產品是使用非常方便的 亦都很方便攜帶 你放銀包也可以 如果最好的保存就像我這樣 這個貼片袋是我自己設計的 亦都是我自己生產的 如果香港團隊有需要 可以向我訂購 好了 而這個貼片為何我要這樣做 因為原來這個貼片是沒有接觸熱力和光線 所以我們用一個這樣的石子去包裝它 就最安全 亦都是我做了防水的設計 然後我就可以這樣放在這個袋裡面 帶出去 這樣就方便 我想拿什麼呢 就直接拿什麼 而它亦都是沒有藥性 沒有藥親性 不僅僅人 寵物和植物都可以用 那寵物怎樣呢 那如果寵物有病或者有不舒服的話 你當然就是給一個新的X39 或者其他貼片它 但是如果你用過的貼片 其實裡面我們會用12至15個小時 那我們要移除 因為我們身體的細胞 同一個頻率不適宜 24小時不斷地重複去激活它 因為我們細胞需要休息 它作出的反應反而是會更好 所以我們休息完之後 第二天再貼一片新的 其實那個效果是會更好 但是當我們撕的時候 可能我用了12個小時 或者15個小時 可能這個貼片裡面 還有微量的頻率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貼在我們的寵物身上 讓它都可以吸收同樣的頻率 或者沒有寵物的朋友 家裡有沒有花花草草 有沒有不生的植物 你也可以放在它的筋部 筋部 這些位置 然後淋水給它 那你又觀察一下 你這一棵植物有什麼反應 我們現在的新科技 完全是沒有任何的風險 這個新科技也是沒有負擔的 因為它不需要吃進去吃落土 不需要我們身體吸收了 不需要我們的器官去分解它 成為有用的物質 它直接貼在身體 也能夠令我們變得更年輕 更健康更美麗 那我就開始介紹我們的貼片 我們有能量光波貼 其實能量光波貼 怎樣用呢 你看到嗎 在2004年推出的 這個貼片就是能夠加強我們人體的能量 也能夠促進我們血氣循環 同時也能夠燃燒脂肪 那如果想減肥的朋友 不妨就把這個貼片貼在你們的腰部 或者脂肪累積多的地方 當然是要配合運動的效果更明顯的 那也都是能夠幫助我們肺活量 有哪些人適合呢 例如呼吸得不太好 或者肺部經常都吸很弱的朋友 還有血氣循環不好 好 血氣循環不好的朋友 除了貼在我們的胸口 還可以貼在我們的左手左腳 或者是我們的腳部 手部都可以 腰部背部都可以 例如有些朋友是舉重的 他前面用力 有些朋友跑步是用小腿和大腿用力的 他可以貼在小腿和大腿 而怎樣貼呢 白色是貼在右手邊 啡色是貼在左手邊 你可以一對平牌使用 或者一隻手一隻腳使用 都可以 因為我們是用月位來推動的 好 我們另外第二款 05年推出 這個貼片推出的時候 就是想幫一班軍人 能夠盡快入睡 而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增加褪黑色素 增加褪黑色素這個份量 貼在左手邊的時候 身體就會自然產生褪黑色素 讓它們能夠容易入眠 亦都讓它們的睡眠品質是能夠提升的 亦都增加它們的睡眠長度 和深層睡眠的時間 好 然後我們第三款貼片 亦都是我隆重介紹的一款貼片 這款貼片你一定要認識 你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用心學 因為它將會改變我們身邊 所有人的痛症問題 亦都讓我們所有 周身痛的朋友 帶來一個希望和燭光 有沒有朋友 你身邊的人已經痛了十幾二十年 吃什麼藥都沒有用 甚至乎有些是去到要吃媽啡 我身邊也有一些老人家朋友是這樣 尤其是可能有些是有痛風 有些是淚風濕關節炎 有些的痛症是讓它們困擾了十幾二十年 我們用心去學好 Iceway這個產品 因為只是這一個貼片產品 我已經幫了超過一千個人 我自己一隻手都摸過 用電話電視上網 他們告訴我效果是非常之好 而我每一次做示範 講講座 我一定會用Iceway做示範 因為它是能夠快至十五秒 開始發揮效果 而大約兩分鐘內 就能夠處理到八成的痛症 是兩分鐘內大約處理到八成的痛症 但是我有很大部分的朋友 是完全的痛症即時可以改善的 好 究竟怎樣用呢 這個就是迅速緩解痛症 就是我們一對使用的 一粒白色一粒啡色 啡色那一點我們先貼在你覺得最痛的地方 啡色那點貼在最痛的地方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那粒白色呢 就先用順時針 想一想 那時鐘 中間那一點 是中心 就是啡色的位置 而它上面的位置呢 就是十二點了 十二點方向 即是北的方向 然後呢 貼在十二點的方向 整邊呢 距離的貼片是一個貼片位置 放在十二點方向 然後這個時候放了兩個貼片 就喝一杯水 一杯水多少呢 大約二百至三百毫升 不過也都要看一下這個朋友 當日他貼貼片的時候 他有沒有喝夠水 如果他全天都只是喝咖啡茶 沒有喝過水 第一杯水 可能他沒有那麼快止到痛 他就要喝第二杯水 但是第二杯水 我們等下一個貼位 才叫他喝一下 我們試了十二點貼了下去之後 然後我們就喝完杯水 就馬上按它啡色那個位置 前後幾秒鐘 一分鐘都不用了 按一按它痛的那個位置 問一問他的痛 有沒有減少 如果他的痛有減少 但是不是減少 就把白色貼片 只是白色貼片轉位 所以我們用Einsway的時候 白色貼片只是撕一半而已 留一半 因為他要轉位 所以留一半來定位 那我們就轉去三點的方向 白色貼片轉去三點的方向 同樣地等十至十五秒就可以了 十五秒 然後我們再按一下啡色的位置 看看痛症有沒有減少 大家不要當我開玩笑 一分鐘十五秒可以減少 是真的 所以我們就要按一下 它的啡色貼片有沒有減少 如果他說沒有 我們就再去到六點鐘的方向 就把白色貼片轉到它下面 綠色的方向 你就看下面的公仔圖 就好像就是屁股 前面上面那個位置這樣 當它的背部痛這樣 這一點是起點 好了 然後呢 就在這個位置 如果它那天是 沒有什麼喝水的 你第一杯水 其實它去不了 它是給你身體收起了 去儲利 應急用 因為你喝得太少水 所以呢 我們這個時候 六點方向就喝第二杯水了 如果你的痛在六點 是完全沒有感覺 或者沒有什麼作用 OK 然後呢 去到六點方向之後 我們就再喝完杯水 這麼多一次 同一個位置又沒有少到痛 然後呢 如果它有再少到 不過不是少了 我們就再轉去九點方向 就把白色貼 貼去九點方向 同樣地等15秒 如果那個位置 放了下去之後 是完全不痛的話呢 我們覺得白色貼 就不用轉位了 就放對那個位置 就把另外那一半的貼尺 貼緊去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去到九點方向 但是我還有一點點痛 我就把白色貼片 重疊在啡色貼片上面 就讓它這兩個貼片重疊 當你走完一個圈 再重疊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會發現是最舒服 是貼在這個位置 最舒服 因為當我們每一次去找位 轉的時候 這個白色貼片 是會幫助你 通知你附近的細胞 來這個位置做修復 明白嗎 所以我們每一次去每一天 去找痛點的時候 是要重新由12點 3點 6點 9點再找個 因為我們身體 會有流動 會可能第二天會不同的 如果你是沒有痛 沒有痛 那需要不需要用Eye Spray 沒有痛是不用用的 是不用浪費了的 而Eye Spray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作用 就是阻止你受傷位置 而輸送痛感的信息 去到你的大腦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轉位呢 因為我們要找 究竟你自己的身體 這個痛點 輸送信息的路徑 是在哪個位置呢 我放下去阻止它 所以當我的位置找對了 它就即時不痛了 可以是第一點貼下去 都馬上不痛的 我也試過很多個貼在第一點 已經說不痛了 接著就問我 是不是你的手令到我不痛 是不是下了什麼咒語 令到我不痛 因為它真的不相信 是一塊貼片 但是我告訴大家 是這塊貼片 是一個輸送生物訊息 和亦都是幫你阻止 你輸送的信息 去你大腦 那個痛的路徑 所以當你貼對了 其實是即時不痛的 好了 然後呢 第二個作用 就是增加你細胞的修復量力 當你每個點去動的時候 轉了這四個點 然後重疊的時候 其實你在走一條路 就是包住了你受傷的位置 你打了一個圈 然後每一個貼片 貼這個白色下去的時候 你細胞就會移動到那個位置 一起去做修復 所以打完一個圈 再貼中間 你一定是舒服了的 一定是痛症少了的 那個原理就是這樣 我希望大家 這麼詳細去講解 因為這個ice ray 真的可以幫助到很多痛症病人 很多老人家 無論他是神經痛也好 他是頭痛也好 他是什麼不舒服引節的痛症也好 ice ray 大部分都可以處理到 而我們頭痛呢 有頭痛的處理方法 頭痛可以用回12點方向 我還有三條片可以教大家 就是可以貼到手道走越位 這樣上去 白色就是貼在右手邊 啡色就是貼在左手邊 就由手 兩邊平衡地貼 每人都撕一半的貼片 就由手 接著去到手腳這個位置 手腳這個位置 然後再去到肩膀 再上到這個頸位 這樣去走 讓我們好像幫穴位流動 有些人的頭痛 是因為其他神經系統 或者是因為打不通 所以頭很重 但是有些頭痛 就有另外一些問題 那我們又可以用一下 其他貼片 例如EON去嘗試處理的 所以變成你們了解了自己的痛症的時候 你們就容易去辨識 究竟我用Iceway好 還是用EON會幫到我 EON是用在發炎的痛症 發炎的痛症 EON是會效果很明顯的 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貼片 就是鋼金鈦 鋼金鈦其實是一個排毒的物質 而鋼金鈦是我們身體的一個物質 當這個物質增加的時候 就會幫助我們去排毒 也是一個抗氧化劑 非常之厲害 它一片24小時之內 就會增加你自己人體 你自己體內300%的鋼金鈦 不要小看它一片仔細 它也不需要我們的肝腎去分解 不因為它不是藥物 它只需要你貼在身體 然後你配合飲水就可以了 它能夠幫助我們改善我們的免疫系統 促進我們的排毒 也是一個天然的抗氧化劑 而它也能夠排除我們身體的重金屬 幫助我們的肝臟 可以用心臟去排毒 也如果你排清身體毒素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皮膚會白了 然後你的臉色會紅潤和好 鋼金鈦 由於每一個人使用的反應都會不同 如果你本身是有皮膚病的 我們建議你使用鋼金鈦 但是有一個情況你必須要注意就是 用了鋼金鈦最初的時候 你的排毒反應會很大 即是說有機會 你現在的皮膚發炎情況會更加嚴重了 它會幫你盡快推走你身體底層的毒素出來 所以可能在皮膚上面你會發現 咦又說幫我排毒好了 為什麼好像嚴重了 其實不是嚴重了 如果是把你身體底層的毒素推出來 這是其中一種的修復反應 所以如果你是本來有牛皮癬 皮膚病的朋友 當你用鋼金鈦初期一個星期 可能你的情況是嚴重了 或者像豬頭一樣腫了 推出來的時候是這樣的 但是當你過了這個階段 你就會變成帥氣 你就會變成帥氣 而鋼金鈦如果有皮膚病的朋友 最好配合EON一起使用 因為EON是會幫我們消業 一個排毒一個消業 那你的情況就會緩和了 這裏明白嗎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很喜歡的救命貼 這個就叫做基態貼片 卡路神貼片 是我們的研究貼片 是非常之多的 它研究它的 原來我最初還沒有認識RV 我根本就不知道卡路神是什麼 原來卡路神是一個我們身體的物質 這個物質叫做基態 基態是一個物質 肌肉組織 筋腱組織 筋腱組織 也能夠幫助我們 緩和我們心律不正的問題 也能夠令到我們增加體力 和提升我們的柔軟度 也能夠幫助改善我們的 細胞的修復能力提升125% 而一些心律不正的朋友 一些有腦部問題的 包括腦退化 一些中風病人 自閉症 唐氏綜合症 過度活躍症 和腦 和心 和根健有關的卡路神也能夠幫助 就是可以幫助改善 因為這個物質就是 原來針對這些問題 而它也可以能夠改善 我們器官的生物電燈飾 即是輸送信息的速度 所以它輸送信息會快 從而提升我們的修復能力 而卡路神是可以放在什麼 我們彈鐘 即是胸口 放在大椎 放在我們手合谷 也都可以放在我們腰骨 尾椎這些位置去使用 我通常都會帶著幾片卡路神 因為如果你發現身邊有人 有中風的跡象 或者有心律不正的時候 立刻在你的手袋 在你的錢包裡 拿這塊卡路神貼在他的胸口 能夠餵到水就慢慢餵 如果不能夠餵到水 它貼了之後 它都會幫助到它的呼吸重新調節 最近有很多我認識的朋友 是很年輕三十幾歲 他們是突然間心臟停了 然後就過了身 我也覺得是很可惜 我很希望大家努力把這個貼片 去介紹給身邊的朋友 而你們每人的袋子都帶著一兩片 因為它是救命的貼片 它幫助整個心臟 是可以重新啟動 我已經有身邊幾個朋友 他們自己家人有中風的跡象 而貼完卡路神 原本心跳到180 立刻可以平和回 在5分鐘內平和回 慢慢跌下來 去回一個正常的呼吸 所以這個貼片是我很多次的見證 希望大家都認識它 我很喜歡它 卡路神 也都這樣 我們有些朋友有些眼部 可能開始潔 菲蚊症 或者是一些黃斑 其實卡路神都有一個幫助 修復一個細胞的能力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把卡路神 貼在眼旁邊 這些位置 太陽熱 貼在額頭 貼在額頭 也可以 接下來這個就叫做SP6貼片 SP6其實是平衡我們細胞 荷爾蒙的貼片 這個貼片主要貼在三個月位 就是我們左腳這三點 三陰膠 觸三尾這幾個位置 而它有什麼作用呢 它就能夠平衡荷爾蒙 並且能夠控制我們食慾 控制我們對糖分的需要 並且恢復我們細胞生理的機制 原來它會令我們減低食慾 也能夠對準我們可能是一些更年期 和青春期的問題去幫我們平衡 平衡荷爾蒙 也是一些我們有甲狀線問題的朋友 你也可以試試用SP6 因為在效果上面 都很明顯 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見證 是用了SP6之後 它們的甲狀線問題是改善了 甚至乎有朋友是不需要再做手術的 我們接下來這個貼片叫做EON 其實也有另一個學名叫做X15 X15就是第15次研究結果 其實它是在研究激活幹細胞貼片過程的第15次研究結果 而這個發明也都是非常之厲害 因為它能夠增加我們的體力之餘 是能夠幫助我們身體減低發炎的程度 同時能夠減少我們的壓力 平衡自主神經 這個非常之重要 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可能是有癌症的病人 為什麼會有癌症呢? 就是身體開始的時候是不斷發炎 細胞發炎發炎發炎 然後累積成為一些壞細胞 而這些壞細胞在身體一直不能排走的話 就會形成一些壞組織 而癌症的形成就是身體不斷發炎 累積了而產生的話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控制身體發炎指數 還有壓力和情緒 能夠平衡我們的自主神經 那我們是不是減低我們的癌症風險呢?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都市人很多時候都是很緊張 很大壓力 什麼都要講求效率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都給了自己很多壓力 而Eon這個貼片 就是能夠幫助我們平衡自主神經 真的一片你會發現 你整天都會特別精神 第二件事就是 它能夠幫助我們消炎 消炎就是什麼呢? 發燒引氣的 流鼻水的 喉嚨痛的 這些全部和發炎有關 它都能夠幫助到 所以Eon也是一個我最愛的產品 Carnosen Eon X 就是我錢包裡面必有的三寶 還有Ice 我一定帶你出去 看到誰不舒服就貼它 我全部都是這樣 拿出來貼一下 就是這樣 好了 活例再生三寶曲 這一個就是 我也是很喜歡的產品 我自從用了活例之後 我就沒有再買過其他護膚產品 也沒有再買serium 也沒有買什麼眼霜 什麼霜我都沒有 連面膜也沒有做 因為我擦厚一點 Night Cream就夠了 我們的Night Cream是大支 Day Cream是小支一點的 所以Night Cream是要不要那麼淪色 用泵多兩下要擦厚一點 因為晚上是做修復的 這個貼片和這個 活例的肌膚再生三寶曲 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由Night外 改善你的皮膚的健康 這個護膚產品98.6% 是天然純植物成分 1.4是超級維他命C 所以它是100%天然 你泵到口吃 你都不會有問題的 第二件事就是 從你第一天開始用 你會發現你的皮膚更加有活力 而且它是沒有任何防腐劑 能夠適合敏感皮膚 淡化我們細紋色斑 和一些皺紋的 另外這個貼片 這個套裝裡面 是有兩包美容貼片的 而這兩包美容貼片 是臨床證實能夠增加我們的膠原蛋白 令到我們的皮膚更加有水分 和彈性更加緊緻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因為它是很划算買的 會員價錢只是150元美金 一套是連兩包貼片 一支日箱一支晚箱 非常之划算的 就是要做修復的 我們還有就是一個情緒貼片 暫時公司就全球下架 因為本身我們是有濕片紋賣 這是一個海藻的精華 但是後來發現 原來單單用貼片 已經可以改善到 所以接下來公司 就不再出濕片紋賣 就只會出Mirvana貼片 由於之前所有的臨床實驗報告 都是由貼片再加濕片紋賣 所以接下來會單單再重新做過貼片的臨床實驗 而這個貼片有什麼好處 就是能夠改善情緒 提升安多酚 也是幫助一些情緒病人 可以減少去吃藥 大家知不知道情緒病人吃藥 其實他們在吃一些控制腦的藥 也俗稱猛仔藥 其實對身體不好 還有對他們的思維都不好 因為會牛 所以這個情緒貼片 其實有很多人在用 都在推銷公司 可不可以快點搞定一些報告 快點推出再重新賣 我都被人追了很久 我都希望公司可以 將這個產品重新上市 因為是非常造福人群的一個產品 而最後我就要隆重介紹 我們降細胞激活的貼片 市場唯一沒有入侵性 不用紮針 不用食用 能夠激活降細胞的產品 就是X的結果 X39是第39次研究結果 而這個產品非常之厲害 它能夠提升我們人體的藍同性態這個物質 學名叫做GHKCU 而這種同態提升的時候 就能夠激活我們人體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因為原來我們身體的自我修復能力的關鍵 就是降細胞 因為降細胞是身體原始的細胞 它能夠掩霸成為你身體有需要的組織 器官、血管 甚至乎軟筋組織 甚至乎你的細胞組織 所以當我們這個降細胞增加的時候 你流失了的軟骨 有沒有能夠修復? 是有 你多了的骨 例如我告訴你 是有 因為我們有見證 是不用做手術 骨刺用了六個月的LiveA產品之後 是完全消失了 另外 我們原本有些朋友是需要去換個教 他用了我們的產品 六個月之後 竟然不需要再去換教 醫生說 沒有可能生回的一些組織 竟然生回 原因是什麼呢? 當我們身體有足夠的降細胞 這個降細胞就是我們身體的醫生 他會自己去找我們身體需要修復的地方去做修復 所以 X39是我們主打的產品 也都是LiveA產品 2019年推出之後 我們最好賣的一款產品 他佔有整個LiveA產品 X39 其他的功能貼片 總共都只是佔LiveA的銷售 20%而已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產品的厲害 2019年推出之後 是非常之浸陷 我們全球有很多不同的見證 包括了 他能夠用我們的身體 是更加有活力 睡得更加好 增加我們的免疫系統 減輕我們的疼痛 提升我們的認知能力 改善我們的皮膚細紋皺紋 增加傷口自然癒合的程序 那就是另外的問題 X39真的可以處理 所以X39是一個多功能的貼片產品 你用一片 你身體的光細胞增加 它就能夠找到你身體的毛病 當然它的止痛效果 和I3不同 I3兩分鐘止痛 它未必能夠做到兩分鐘 但是它能夠在半天 它讓你的疼痛開始減低 可能第二天第三天 你就已經完全不痛 但是當我們用I3的時候 我們即時是不痛 但是那個修補 如果我們能夠配合X39去使用 就是X39再加I3 它不單止這個痛症即時沒有了 同時間這個X39 會慢慢修復它受損的細胞神經 去找它有問題的地方出來修復 然後慢慢地它已經不再需要用I3了 你明白我所說 即是用I3不用一輩子 也因為當你身體有足夠的幹細胞的時候 根本你的痛症是遲早都會解決的問題 我們也很開心 在2022年我們Nineway推出第二款幹細胞貼片 剛才就是增加數量 增加幹細胞數量 X49是增加幹細胞 就是增加數量 能量 能力 如果你配合一起用 就能夠令到我們的心血管系統 更加好 亦都讓我們認知能力提升 恢復我們的肌肉能力 如果我們能夠配合 鍛鍊和飲食計劃 它會很快幫助我們燃燒脂肪 令我們收回一個小線條 增加我們身體的瘦素 無可異夢 亦都會能夠幫助我們減少脂肪 以及提升我們的骨頭健康 以及頭髮的生長 所以如果是一個全面的幹細胞保護 就是X39加X49一起使用 X39和X49是同樣價錢的 好了 而我們日常生活 講了那麼久 大家應該都 大部份的產品都應該明白 究竟怎樣用 而我也想和你分享一些 生活上一些緊急應用 怎樣去配搭 好 首先我們健康的配搭建議 就是可以用X39加EON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組合 為什麼呢 剛才說X39和X49一起使用 老人家就很需要 因為骨質疏鬆 心血管疾病退化 但我是一般人 我又沒有慢性疾病 我就會用這個組合 就是X39加EON 為什麼呢 日常可以增加我們的鋼細胞 增加我們的活力 也都晚上可以減低我們的炎症 可以幫我們舒緩神經 令到我們減癌 所以晚上用EON是會更好睡 對於一些沒有病沒有痛的朋友來說 我覺得我這樣就好像 防止我有一個細胞發炎的情況出現 平衡到我自主神經 亦都能夠幫助我日後更加有活力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建議 David Smith也是這樣貼的 OK 好 而我們的貼片 所有的貼片都是可以用12個小時至15小時 當你那塊膠紙不貼 或者我出汗了 是不是馬上貼到另一塊 千萬不要丟 記住這塊貼片是可以用12至15個小時 由早上8點用到晚上8點 然後晚上你就換你的EON 洗完澡再換衣服就是8點至8點 其實洗澡期間都可以繼續使用貼片 因為其實貼片由泳損手都是這樣用 如果你貼了之後才洗澡 基本上都是防水的 但是如果你是很大汗的人 那就有機會會脫掉 有機會會脫掉 就用藥水膠布黏起來就可以了 不用換第二片不用浪費錢 因為我們的波頻釋放 不關膠紙貼不貼事 是你貼在皮膚上面 它已經會和你的紅外線光 產生一個生化作用 所以如果脫掉的貼片未夠充 記得找膠紙貼回去就可以了 或者你也可以給你的寵物用 或者你的植物用 好 而一般的應用配搭 如果我們的發燒、流鼻水、發炎 我們都是用EON和X39的 發炎、發燒 很明顯的 就算一片EON 都已經足夠了 怎樣貼法呢? 發燒貼在額頭 發炎貼在發炎的位置 完整皮膚旁邊就可以了 或者如果那個位置發炎 而它是完整皮膚 你貼在上面也可以 如果你有朋友 有些手的狼腫 或者脹起 直接把EON 貼在上面 也可以的 流鼻水也是 哪一邊被流鼻水 你就可以貼在這一邊 你又會發現 十分八分鐘 你的水喉就關掉了 或者如果兩邊都流鼻水 那怎麼辦? 那就貼在額頭了 那水腫的朋友 水腫其實是什麼原因 水腫呢? 就是喝不夠水的人 就會更加水腫 那個原因就是 它不夠水 當你喝水的時候 身體就會幫你 儲起水用來緊急 所以你就脹了 所以如果我們一般人 其實我們要補水足夠 一天兩至三公升水 讓我們身體 減少水腫的情況 當然也會有些朋友 是因為身體有病 所以不斷在皮膚裡面 儲水 這是另一個論 而如果有水腫的朋友 可以用谷剛金鈦去排毒 以及用X39 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水腫就會有改善 如果是一些睡眠問題的朋友 以及有打鼻寒 嘔的聲音 火車叫火車道 嘔的聲音 你就記住 X39 當你日常用的時候 你去到夜晚 其實你會好睡 如果睡得不好的朋友 可以試試用Silent Lines 但是如果 可能打鼻寒很厲害的朋友 大家可以試試 把X39 放在夜晚使用 也可以幫助 我曾經有個會員 很好笑 她說她丈夫 是嚴重鼻寒 鼻寒到已經做了手術 切了喉嚨的吊鐘 但是依然是以下而強 她有一天幫她試試 貼了X39 誰知道她平常聽到 都會聽到鼻寒聲 但是那天她聽不到任何聲 她就進去房間看看 她會不會死 會不會有什麼事 沒有了呼吸 然後後來她就發現 她丈夫睡得很軟 而且沒有了鼻寒聲 所以大家有鼻寒的朋友 有鼻寒通常自己聽不到 是另一半才聽到 如果你發現你旁邊那個有鼻寒 趁她睡覺的時候 把X39 搭在她的頭 或者放在她的頸椎 研究一下她是不是鼻寒 馬上減少了 又幫我們回來做個見證 好了 如果有情緒問題 有緊張的朋友 就是用EON 和Nirana的貼片 暫時Nirana下架了 所以大家積極去買EON 幫助我們去降低我們的壓力 另外我們還有 高血壓用什麼產品 就是X39加卡路神加EON 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高血壓 那個病人 通常就是身體的炎症指數比較多 所以我們用EON去幫忙 因為心路血管的問題 所以我們用卡路神 而X39就是增加我們的幹細胞 讓我們的身體能夠慢慢收復 這個組合你這樣用 大約一個月你的血壓 一定是看到有改善的 通常一兩個星期都已經看到 明顯地跌低了 高血糖呢 高血糖就是糖分高 有機會糖尿病 所以我們就用SP6 就是控制我們的賀爾蒙 平衡賀爾蒙 亦都控制我們的糖分需要 再加上X39 就可以控制到這個高血糖 而皮膚敏感 牛皮鮮 和皮膚有關的問題 我們就用谷肝甘態幫助排毒 記住排毒過程中 有機會有收復反應 即是排得更加厲害 整身都腫了的話 我們同時間配合EON一起使用 例如你日頭貼高光金鈔 高光金鈔 高光金鈔建議日頭貼 因為需要多喝點水 晚上睡覺 可能你喝不夠那麼多水 用谷肝甘態再配合EON 令到你的發炎指數減低 同時間用X39 就能夠令到你的收復時間 再加快 而痛風各類的痛症 就是因為痛風是一些炎症引發的痛症 所以我們會用EON貼片 然後各類的痛症 其實用EON貼片也可以 而有些情況 例如痛風是因為身體的毒素 積聚排不走 所以去到手指和腳指 以及雷風濕關節炎 都有類似的情況 以及自體免疫的攻擊 所以我們會配合 GULTON FIOR 去排毒和X39去做收復 所以你的痛症是視乎你的情況 以及當時的需要 和你理解一下背後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 所以你需要哪個貼片 那個物質去幫助 去解決那個面前 顯示那個症狀 而脫頭髮的話 我們可以用EON X39-49 39加49 其實就能夠幫助我們的骨落組織 和脫髮的問題加速收復 但是我當時買的時候 21年是沒有X49的 我脫髮那裡 都只是用X39 都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大家都可以 因為X39是降細胞激活 它會慢慢找到你身體的問題 是逐樣處理 逐樣處理 好像排隊一樣 搞定你這樣再搞定 搞定你這樣再搞定 你會發現你的身體很有趣 就好像他們自己在溝通 而你又在好 最重要就是你要喝夠水 以及睡覺要足夠 睡覺不足夠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對我們的身體 因為收復不了 另外 就是心臟病 和一些骨質疏鬆 有什麼貼片可以幫助呢 就是Kernosin貼片 心腦血管都是對的 Kernosin 另外就是Energy Enhancer 就是推動 例如心很弱 跳得慢 沒有什麼力氣 那些 就是Energy Enhancer 就加強你的肺活量 以及加速你的血氣流量 同時提升你的精力 而39、49 剛才講過了 而老人癡癌 過度患癌症 癌症 癌症 和唐氏綜合症 我們有三款貼片 修復我們的DNA 以及重新幫我們排列我們的DNA 就是Energy Enhancer Kernosin 現在X39 有這三款貼片 就是臨床報告的精神 他們能夠重新排列我們的DNA 所以我有很多個老人家 他們已經去了千萬元的 當他們用了這三個產品 再拿回 例如原本叫不出家人的名字 原本自己吃得慢慢走回路 他的修復多了 我剛剛因為這個信號問題斷了 好 剛剛應該說到子閉症 老人癡癌症 老人癡癌那個部分 我繼續 好 就是我們有過度活躍 自閉症和唐氏綜合症 我們都有個案 真實的個案 是使用了這三個貼片之後 在很短時間 在講多久呢 是三個月左右 過度活躍症、自閉症、唐氏綜合症 是連續使用三個月 在第三個月左右開始 是發現他的 無論他的表達能力 他的智力 和手眼協調 肌肉的協調 都有明顯的改善 去到第六個月的時候 我們X39幹細胞激活 臨床研究證實了 三個月 連續使用三個月 活性的幹細胞開始出現 如果能夠使用到六個月至一年的話 你是會發現 他是一個疫苓的情況出現 而且在他的智力 是會有改善 我們有一個唐氏綜合症 是中度智障的 但是用了六個月之後 他真的各項的表現 都是提升了 後來再去檢測的時候 他變了輕度的智障 我們這些是非常非常非常 鼓舞的 所以很希望很希望大家 努力去研究和認識 這些鐵片產品 因為你將會幫助你 你身邊的朋友 你身邊的親人 因為其實他們相信你 你去介紹 Naiway是什麼水 他們不知道 David是什麼水 他們都不知道 Suzanna是什麼水 但是你的認識 對你身邊的朋友 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透過了解 你去跟他們分享 他們相信那個就是你 而我有一本貼片秘笈 裡面有齊不同的情況 或者健康的身體狀況 有什麼貼片的配搭 是可以對這個情況有效的 大家可以聯絡這個WhatsApp電話去訂購 每本港幣120元 另外 網路裡面 例如我們會有發燒 怎樣去處理 有這些圖片 例如發燒 我特意用圖片 因為三歲到八十歲都懂得看 小朋友知道自己發燒 自己貼一顆 其實發燒發炎 如果用Eon 十分鐘就開始 就有效果 接下來就是 加強能量的鐵片 就是Energy Enhancer 以及促進一個血氣循環 所以如果發燒的時候 我們想它快一點 那個血氣流通分 以及也是消炎的話 我們就用Energy Enhancer 再加Eon 也能夠加速我們的細胞收穫 鼻水流鼻塞 喉嚨筒 其實X39和Eon 隨便一個都可以 你可以貼在額頭 貼在鼻翼 貼在喉嚨這些位置 都可以 腸胃不適 你會看到三個貼片 是不是要貼上三個呢 那就不用貼上三個 你可以試一下 X39就這樣 單一塊可以嗎 因為每一個人接收這個頻率 它的訊息都是有不同 不過坦白說 X39就主打 我就會貼一個卡路神 或者貼一個Eon 下去我不舒服的那個胃部 你會看到那個效果是分別的 你會看到我這個貼片秘笈 裡面有幾個 有幾個貼片建議 其實最主要你可以試完這四個 因為這四個的頻率 都對應到這個胃痛的 你可以試X39 或者只是試高光金塔 可能已經有效果 當然每個人的身體 每個人的細胞都是不同 所以接收這個頻率的訊息 都會有參差 所以不能夠一概二論 而我們也不是一個醫病的產品 我們是推動細胞 和細胞之間的溝通 和輸送一個訊息 讓你的身體自己去生產那個物質 所以我們這個 是一個不同的科技產品 而不是藥物 不是一些入侵性的產品 另外好像胃酸導流一樣 很簡單 真是用卡路神 吐持對上六隻手指 胃部的位置貼下去 你就會發現 胃部上面 你會發現 很快胃酸就會得到舒緩 胃氣象這三個貼片 都可以幫到手 你可以切其中一個也可以 而貼在哪裡呢 直接貼在胃部 你覺得不舒服的位置 已經可以了 嘔吐、腹脹 通常都是一些過濾性病毒 引起 所以你排毒貼片 就是幫幫手 那輸射的話 就是肚磨 肚磨 其實最好是肚磨出來的 所以我們配合飲水 還有就是卡路神 Energy Enhancer Energy Enhancer 給你力量 射起來 其實卡路神 幫助你修補一些腸胃問題 那消化不良 都是這三款貼片 可以幫到手 去增加你的消化能力 卡路神是可以改善我們腸胃健康的 所以你可以貼在痰中穴 可以貼在我們的胃部 即是肚磨對上四至六隻手指之間的位置 都已經有效果 那頭暈的話 可以看看什麼原因暈 通常我們貼一片 Eon 或者用Energy Enhancer 也可以 Energy Enhancer 貼在哪裡 白色貼在右手邊 啡色貼在左手邊 可以貼在頸部 以及一個頭部 都可以 或者太陽穴都可以 那頭痛 頭痛這三款貼片都可以幫助到 因為其實頭痛有很多種不同的頭痛 但是Eon Iceway 卡路神是對應不同的頭痛 有壓力而出現的頭痛 找Eon 真是神經的痛 找Iceway 如果是組織退化問題 找卡路神 好 皮膚過敏 皮膚過敏 大家看到了 為什麼這三個貼片 我會建議一起用 原因是X39 是在做修復 谷剛金泰 幫你排在底層 皮膚裡面有問題的地方 幫你把那些壞細胞排出來 所以其實有機會是嚴重了 所以我們同一時間再用Eon 令到它溫和 它排出來的毒素 對你身體的反應 和影響 和不舒服的感覺 如果你有真菌感染呢 就會用Energy Enhancer 加強血氣流量 讓這些細菌 可以盡快排出你的體外 中風病人 這四個貼片 這四個貼片 X39 谷剛金泰 卡路神 和Eon 很幫助中風 和癌症病人 剛剛有朋友問我癌症用什麼 癌症都是這四個貼片 因為這四個貼片 其實就是用來做什麼呢 X39增加港細胞 谷剛金泰幫你排毒 卡路神修補原組織退化 Eon幫助發炎指數 癌症中風也是我們身體 中風的情況就是血管 收縮了 閉實了 突然間通不到上腦 接著就阻折了 接著就中風了 這癌症病人就是身體不斷發現 細胞自我攻擊 所以這四個貼片 都是能夠幫助到 而心痛的朋友 或者心臟病的朋友 記得就是帶著卡路神在身體 加X39 暗瘡這些就是看不同時段 究竟你需要排毒 還是你需要平衡賀爾蒙 究竟定性發炎呢 那你就視乎你自己 當時你幾歲 當時的情況 可能用皮膚過敏 用Eon也已經可以了 那經痛的話 大家記住用SP6 就是平衡你的賀爾蒙 還有就是把Eon貼在肚子上 你就會舒緩你的經痛的痛楚 好了 血便 血便也是很多原因 但是血便你見不見到 其實是和這個癌症 和這個中風需要的東西是一樣的 原因是因為他們宣送的訊息 就是你血便究竟是你的腸 腸道受損 需要修復 要有卡路神 要有X39 還是你只不過是這次大毒 太磨損了呢 那又有不同的 是吧 那只是Eon也能搞定的了 如果只是磨損了 還是你身體有些毒素 一直排不出來呢 還是要用卡路神呢 要用龔龔金態呢 其實真的很視乎你自己身體的狀況 和當時的需要 當你明白了一個貼片 其實在處理什麼的時候 你就自己在家撿貼片 就等於你撿藥那樣撿 自己配搭貼在身體 喝兩杯水 然後全日持續喝水 減少飲酒 喝咖啡 喝茶 那你就能夠保留多些細胞去做事 如果你喝一杯酒 是要有三杯水去分解你的酒精 所以變成你貼了貼片 又喝一杯酒 那就浪費了 你又要再喝多三杯水去分解一個酒精 再另外喝多兩杯水去幫助細胞修復 就是這樣計算了好不好 好了 發冷也是 發冷用Energy Enhancer就可以了 學習障礙的朋友 X39加這個卡路神 幫助小朋友專注力 那如果促進學習呢 因為小朋友的細胞是非常之活躍的 他們的修復能力都是非常之高 所以促進學習 你只需要跳在X39 或者選擇卡路神 或者選擇Eon 那如果學習慈患的小朋友 想他活躍一點 沒有那麼偶的 我們用Energy Enhancer 那裡活躍也是 自閉症也是可以用這幾個貼片的 好嗎 那我現在就有個網站 叫做LifeChanges.com 那我現在是在慢慢轉的版面 那我接下來呢 就會加上這個業務發展下去 教大家怎樣做這個Liveway的業務 那我裡面已經有產品的原理 各款貼片怎樣用呢 一些很多不同的見證個案 我全部放進去 有什麼的修復反應 從頭到腳 那通常有修復反應 因為你身體自己本身有問題 那另外呢 有些支援的文件 在Liveway上 你想下載什麼文件 改名 或者錯了產品 或者你要改什麼 那這裡都會有那份形式給你 那你也會有一個 那個接下來的業務發展 以及我們的會議連結 那大家可以登入這個網站參考一下 而呢 聽了這麼久 大家有興趣購買產品的朋友來試的話 麻煩你聯絡給這條連結你的朋友 問他拿一個會員編號 會員的連結 然後你登入會員連結去購買我們的產品 我們有一包 真是不貴的Liveway的產品 比吃藥便宜的濕皮紋來說 我們是不需要通過腎和肝去分解 只是貼在身體而已 那一個銅呢 就是什麼呢 銅級套裝就是一包X39 那我們主力都是賣X39 因為它是能夠有一個整傳的幫助 所以如果你打算試試Liveway的貼片 試X39 只要試一包就試X39 就不用想其他了 但是如果你說 咦我聽完Suzana來說 我又有嚴症又有痛症又有什麼 那你可以買一個銀級套裝 就是300元美金 而這300元美金 就有三包X39 即是你的入會費就免了 那你一包X39 是可以買兩包貼片的 在套裝裡面 所以在套裝裡選擇 功能貼片也挺划算的 因為功能貼片 每包本來是會員都要70元 所以在套裝裡面選擇 再便宜20元 這是美金來的 所以一包30片 是用30天 每天一片 記住 一片X39 100%功效 兩片X39 不是200% 是120% 三片都是130% 所以不用用三片X39 這麼多 那你就浪費了錢 那一般人一片就行了 除了什麼人呢 分為睡藝 需要更多細胞去身體打仗的時候 你才幫它用三至五片貼片 去幫它加強 但是一般人一片都夠了 好嗎 那如果你買金級套裝 就會有5X39 再加一包功能貼票 白金就是12包 鑽石級就是19包 再加一包功能貼片 那其實套裝是任你自己配搭 你可以跟後台 那個連結那裡買的時候 你自己慢慢刮刮就行了 那最後最後最後 給我兩分鐘 就說一說 韓國 今天正式登記 我今天 這兩天已經很忙了 因為我韓國有一對 由神送給我的團女 感謝主 那韓國如果你需要登記韓國朋友的話 現在你的連結是登記不了的 因為韓國還未正式進入到我們整個環球國際的Liveway系統 它現在是先登記了 給你招募的會員去加入 而他們加入的連結全部都是 就是www.liveway.kr 這個網站 所以你給你的韓國朋友的時候 你要提供三樣東西給他們 第一你的贊助名 就是你自己的全名 第二你的贊助ID 你的會員號 第三 你這個朋友放在左邊還是右邊 你告訴他 然後他就登入這條連結 登入這條連結之後 他就會在他的確印的資本內 去填寫他的資料 當他的填寫好後 也都放了你的名字 放了你的贊助號那個 找到左和右的記錄 當他件成功登記 你就會設在後台系統裡見到 其他的 也麻煩你教他們怎樣進入 Back Office 他們是可以進入的 但是因為韓國還未能連到 還未連到我們國際的那個平台 現在是內部登記 還未正式開啟的 這個月底才會開啟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開展韓國市場 現在已經可以工作了 現在已經可以傳這條連結給你的贊助 ID 進去 而他們的版面是一隻英文字 除了內部全部都是韓文 所以你要你的韓國朋友自己看 另外他加入一個組織 他會有一個卡片給他卡片 卡片之後他要登記電話 登記電話之後 他是要透過註冊的手機 拿驗證碼才可以繼續去登記 所以你是幫不了他去做註冊 他要用他自己的手機 傳到他的網絡供應商 然後他會收一個短訊才繼續登記 所以大家只要把內部登記電話給你的朋友 然後把你的贊助 ID 以及他將要放你了 還是要發聲給他聽 他就自己做登記了 好 我今天要講的內容就到這裡了 我一口氣講了一個多鐘 有沒有人睡了睡覺 好 有沒有問題想問呢 各位朋友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有三四十位朋友 好 多謝你啊 天天送些花花給我 好 希望我今天的內容是可以幫助到大家 亦都讓大家更加了解 下個星期呢 下個星期三就會有我們馬來西亞的SPD 阿廣盡 我邀請了他來和我分享 他是一個我很喜歡又很尊重的SPD 因為他的人很謙虛 所以我下個星期邀請了他來和我們做分享嘉賓 記得記得下個星期準時用同一條連結加入 好嗎 我們今晚就到這裡 我們都要休息了 我昨晚三點睡 今早五點起床 接著一直在幫韓國團隊 希望我們接下來大家一起開發更多市場 好 今晚就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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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